以欢庆的歌声迎接贵宾的到来 新竹市文化聚落新建工程动工典礼 迎来原民会主委宜江拔入而亲临见证 并在新竹市副市长沈慧红 很众人动工仪式中 为文化聚落新建工程开启崭新的一刻 那这个工程最主要是希望来新建 原住民组的这个聚会所的一个场合 那希望盖好之后呢 我们新竹市的族人朋友呢 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场地 来挤办我们各个族群的碎石祭仪 包括我们平时很多要讨论严密的事务 也都在这个地方来讨论严密的事务 同乡会办活动 还有甚至连族语的传承的教室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 甚至我也鼓励我们的教会 包括我们的文建站 都可以来利用这个很好的场地 纳入湾聚落临近海山渔港 上瀉步道 南港赏鸟区等等景点 这次工程兼顾社区观光功能 也为17公里海岸线再添一个好去处 我们来管理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就做了公共设施 先把整个土地的排水 整个村落的排水跟蓄洪池都做好 解决淹水排水的问题把道路做好 那接下来我们上一期做 也谢谢我们园民会 让我们做了一个户外公园 那有适当的扑面 让所有的我们的族人 其实不论是阿美族或任何一个族人 来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融入感 那这一次呢因为就像主委说的 部落里面的布屋其实很重要 所以不只是所有信仰的中心 也是大家一起商量大事发生 跟决定的一个地方 新竹市文化聚落 在新竹市平地原住民一元林慈爱 多年争取终于看到开工的这一刻 期望这里不仅是原住民活动场所 更是族群融合欣赏夕阳美景的 最佳去处 文化聚落的真正含义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集会所 或者是活动中心 那未来呢 这边会兴建这个圆形的广场 来办理这个睡时记忆 或者是各个族群的一个大活动 或小活动 还有观景台 可以看到我们前方的海景 以及我们大型的溜滑梯小朋友 可以来这边玩游戏 接触大自然 再来我们楼下一楼会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教室 未来文化健康站 或者是一些教会 或者是许多族人要开会的地方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场所 所以那乱部落 这个文化聚落的产生 的确是给予新竹市族人 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新竹市文化聚落设计理念 将导入原住民文化 除了塑造部落景观塔 和室外大溜滑梯 也特别设计半户外廊道空间 居民游客都能使用 半户外空间未来也预计规划 假日摊位和文创市集 成为17公里观光海岸线上的新景点 凯波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